滚蛋的废话 历史上封狼居虚的有哪五个人 霍去病 都县 李静 朱棣 兰玉 他们分别打的都是谁 霍去病打的是匈奴 李静打的是东突厥 都县打的是艳然乐石 朱棣和兰玉打的是蒙古大大 狼居虚山指的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蒙古肯特山脉 封狼居虚到底是什么意思 原指汉匠霍去病打败匈奴后 登上狼居虚山 驻坛祭天已告成功 后比喻建立显赫功勋 霍去病打匈奴 为什么从来都不迷路 一 有人行向导和匈奴下属 二 西汉科技四男车 三 将领必必的天文地底知识 其实迷路并不容易 就连迷路护李广也只迷路过一次 如果用现代战争作比 霍去病封狼居虚的功绩 相当于现代的什么战绩呢 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中 一支军队失联 司令员受霍去病 正当全国人民担心时 他已经打到白宫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样越过三八线的 更没人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补给 和找到路线的 一生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湖开 指的是哪一种动物 鸡 俺家哥哥 历史上赵云死因之谜 一种说法是因病去世 还有一种说法是 赵夫人看赵云征战沙场 却一身白皙 想让他见红 于是出于好奇 并用绣花针扎了一下 后来就流血不止去世了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没把冷兵器的实力最强吗 第十 马朔 第九 霸王枪 第八 方天化吉 第七 青龙眼月刀 第六 神毕宫 第五 末刀 第四 塞门刀车 第三 大兴闯弩 第二 投石车 第一 血滴子 古代打仗真的不战来时吗 假的 唐朝术法家李庸 截杀了五百日本使团 东汉耿宫 斩杀了匈奴素姓的清记 南宿王谦 砍了蒙哥的使者 花辣子魔 做掉了成吉思汗的亲信 所以说开展海底展